大家好,我是金华社电习记者艾斯 今年的5月4日是五四运动98周年纪念日和北大校庆日 今天艾斯就带你们走进五四运动的特园地北京大学 可以用三个语语来形容一下你眼中的当代青年吗 进取开放和做活力 活泼 有责任心 积极进取 有趣 有主见 有决断 如果热爱资送你一步时光机 可以带你穿越到大学生活中你感到最幸福最有意义的一瞬间 你要去什么瞬间 为什么 一个模拟联合国的活动 我在那个会场上面担任主席 因为这个会场感觉在大学生活中当中对我来说影响蛮大 在我大一的时候我去了北京的一家打工子弟学校去支教 他们那种求知的眼神让我觉得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我可以用我自己学习的本领去带交给他们知识带给他们快乐 如果爱自用时光期待你穿越到2035年的今天 你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对未来有三个构想 第一个构想是成为智力于中国教育政策改革的研究者 第二个就是做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 第三个就是成为一个Airbnb的房主 做学术 然后在学校里面做老师 我可能在做一份工作 然后也可能在环游世界 希望不管我在哪里 我都能够做好我自己岗位上应该做好的事情